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展开提为每个乡方一个产品的提案 太原省人委会与韩国新农村全球化基金会的合作协议的签署仪式于4月24日下午举行 出席此仪式的太原省一方有太原省人委会副省长段文俊同志 上各有关部门的领导代表 韩国新农村全球化基金会的有驻越南的该会主席李金哈先生 此会办公室干部以及正在本省活动的各韩国志愿者 在太原省 盖项目于2017年在丁化间奉金厢祖镇展开时事给当地人民社会经济的生活有所改善 2017年 盖会希望在富良厢 富度厢 一号富南厢展开农镇农业发展的互助计划 时事建设茶树 种植和茶叶建工的典型农业库 盖项目的目标是 为盖箱借强茶树栽培技术培训 设立有关茶的旅游空间和体验 奋斗当盖项目结束后 将提高茶农的收入比目前增加两倍 在仪式上 省人委会副省长对韩国新农村全球化基金会这段时间的互助与合作表示高评 太原省承诺将与盖会紧密配合展开盖项目所提出的目标 早日将一号 富南厢成为新农村建设典型模型 4月21日 工商厅与每个乡一个产品的国家计划建设咨询组代表 共同举行了提议每个乡方一个产品提案的展开会议 与会的有省一些有关部门和企业的代表 在此会议上 该咨询组代表介绍了该模型在日本 泰国等一些国家的效果 在越南 该模型在广年省展开并获得了较高结果 对于具有潜能优势的太原省全能发展特征的产品 然而 发展定向还有限并未正正进入人民的生产生活 在此会议上 所提出的各意见将综合 考虑旨在促进生产本地产品 并在将来的时间提出具体方向来实施每个乡方一个产品的提案 近些年来 在全国各地 乃至太原省 对地方文学加以关心 并已将其骗入学校本科教育学的课程 这就是使当地文学接近群众的方式 由阮德信博士副教授和湖水江作家编写的 包括《民间文学 故事 歌谣和诗歌作品》的名为 《太原地方文学》于2008年出版 包括特有文化特色的17篇作品的选题的《太原地方文学》 被选为《越南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太原省为国家宣众了文学人才》 还为太原省年轻人装着稳定的基础 让他们能阅读 学习 对本省的地方文学感兴趣及自豪 以后成为优秀的文学家 不仅是让读者借金作者和作品的桥梁 《地方文学》还对学生们起着将所学的知识 与家乡文学和地方文化结合起来的作用 因此当将地方文学辨入注重教育学的课程 即已受到了积极的反应 我就从六年级到八年级已学了地方文学 有的不分我喜欢 有的我不喜欢 我喜欢的就是辽九太原省的名声古记 歌谣 俗语等 在太原文学书中 我就编入了名为不死的陶兰书的短篇小说 这就是具有深刻的人文思想 符合于注重学生的心理的作品 虽然还存在着不足自助 但也充满感情和形式的语言 地方文学已进入了读者的心理 点燃着纯洁的感情 并不可否认的是 地方文学实在为初中校文学课程的教育学做出贡献 请观看其他消息 4月25日 太原省民族委员会 已与大慈县人委会配合举办了2017年山区民族同胞的法律教育普及会议 运会的代表们已进行研究材料 从4月25日至27日三天之内 直接收听了由来自各机关各有关部门的讲师 按法律专题就是传授了关于公路交通法 食品安全卫生规定的一些文件 一些新颁布的如户籍法 婚姻法 血缘关系 禁亲婚姻法 刑法等法律的内容 该班结束后 学员们返回原居的村状将所随的法律知识传授给各乡镇的人民 近日太原省工会与越南总工会的工人和工会院 配合举行了关于省地区各企业的工人 工会公司的一些问题的座谈会 在此座谈会上 代表们进行讨论并提出了许多意见 如建设国家 将法律一些规定进行修改 在工业区工业群的劳动者的住房和工资问题 检查检查监管劳动法 公会法的执行 特别是在当地各企业的劳动者的社保法 到2017年4月底为止 富良县集中为八个交通项目 工业区和技术设施工程 插欠了65公顷的收回面积 为受到影响的968个名户支付了 近600余月顿的土地忽住和普偿金 对于由拆迁遇到困难的土地面积 富良县正在指导专门机关单位 检查完山有关土地 土地使用档案的盘点工作 并根据全县提出参谋和处理 我们今天的节目播放到这 感谢各位收看 谢谢